大家旁晚好 我繼續康復當中 始終都要煮飯 既然大病初遇 吃東西就正氣一點 今天我就想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肉餅 大家都知道 醫院餐一定有肉餅吃 老人家也說 客氣一點就多吃肉餅 所以今天我就順便拍了 入廚ABC的基礎 我相信舊的觀眾也知道 也感受到我醃肉餅 是非常之嫩滑的 大家說是不是? 是的 這個不是我自吹自擂的 過去我超過一千道菜 我估計肉餅這家 該有的那些我全部都有 大家很多都跟著做過 也有很多觀眾 就 feedback 回給我聽 我入廚幾十年 我從來沒試過 是肉餅可以這麼滑的 今天我就順便拍了這一條 就是醃肉餅 首先在開始之前 我就要跟大家更正一件事 很多人以為 外面餐廳做的肉餅 這麼滑 幾乎入口即溶 就覺得他們放了很多 化學料 其實這是天大的誤會 如果是舊的觀眾也知道 在每個肉餅的影片 我都不斷強調 其實你想那些肉餅 是嫩滑的話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要選料 你不要隨便 你去買超級市場那些 放好那些 這個是 所謂的免治豬肉 第二件事 就是其實你想那些豬肉更加好吃 就是那些肉餅更加好吃 更加嫩滑 更加軟滑 其實當中有一個笑缺的 是什麼呀? 舊的觀眾懂得回答我嗎? 是啊,沒錯 就是肥瘦比例 OK 行不行 那今天其實我就想做 這個是梅菜蒸豬肉 梅菜蒸肉餅的 大家記不記得 我有一個很獨特的方法 可以令梅菜蒸豬肉更加野味 大家還記不記得呀? 我想不記得了 整兩年前了 其實醃肉餅 我剛剛開始拍片的時候 都曾經是拍過的 不過當時器材 還有技巧各樣 就不太完善 所以拍得不太好 所以這一條 我相信可以作為一個reference 如果大家覺得有需要的話 就可以拿回來看 我也會再進去 入廚ABC基礎的專輯裡面 OK? 首先呢 我們就要是... 本來呢 我就可以叫浴蕩幫我弄完的 不過呢 我為了要示範得好些 讓大家更加透徹一些 所以我就回來自己剪刀 那麼... 在我們呢 就買這個是... 就是... 豬肉回來 其實呢 最嫩滑的部分 大家還記不記得我經常說呢? 是哪部分呢? 錯! 不是梅頭 是什麼? 是池底肉 所以池底肉呢 它是最貴的 比梅頭的 OK? 那如果你通常呢 你想是... 即是... 即是聚聚聚 即食的話呢 最好就買這個是... 這個是... 池底肉 那如果... 池底肉沒有了 那就退而求其次呢 就是這個... 半肥瘦的這個... 梅頭啊 OK? 那... 之外呢 我們呢 就要跟它呢 就買多一塊... 就是拿多一塊肥豬肉 那這些呢 就多了 不要緊的 那我呢 就... 到其時拿來做豬油啦 多了出來的那些 那些 那... 今天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的 這個... 是... 是... 這個... 嗯... 肉餅呢 就有兩種肉去組成的 一半呢 就是池底肉 另一半呢 就是梅頭 OK? 上次在肉餅山那裡 我都跟大家講過 那... 那... 這一塊呢 就是... 隨便啦 是梅頭來的 梅頭 跟著之後 半肥瘦啦 跟著之後呢 這個呢 就是... 池底肉 那... 我們呢 首先呢 回來之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 是... 肥豬肉的部分 就拿了它出來 來吧 那... 大家還記不記得 怎麼起肥豬肉呢? 在那個芥... 那個芥位呢 啊 我們呢 我們呢 割一刀 跟著之後呢 拿一把刀 拿一把手 扯住 那個肥肉 或者是那個瘦肉那邊 邊邊小的肉 扯邊邊啦 跟著之後呢 我們呢 把所有的瘦肉呢 就把所有的瘦肉呢 就把它起出來的啦 那我們呢 首先呢 我們要決定呢 就是那個... 肥豬肉的比例啊 那... 先頭我講了 那... 那... 要是它那個... 就是... 肉餅呢 要嫩滑呢 肥豬肉的比例呢 就很重要 正常呢 就七三分 就是七分瘦肉呢 就是三分肥肉 如果大家想它更加嫩滑的話 就可以把肥肉推到大概5比5 即是1比1 首先我要量度瘦肉的重量 因為我要很準確地告訴大家要加多少東西 所以我就拿電子磅 如果平時大家在家裡就不用電子磅了 709克 即是大概1斤3兩 1斤3兩的瘦肉 然後我們現在就開始加肥肉 如果是1斤3兩的話 即是19兩 即是3比1的話 就是要6兩多一點 那我就給它7兩 7兩 這裏應該 7兩 4728 咦? 先等等 7兩 7兩 這裏應該還差一點 這個就夠了 OK 這樣呢 就是1比3 這個多了的這個小小 即是多了的肥肉 等一會兒就多了的我拿來做這個豬油 好 接著之後呢 我們在這裏搞定了 那如果是 現在我順便 就量了這個重量 做什麼呢? 量了這個重量呢? 我就等一會兒拿來呢 就是 就是 醃肉那時候用 全部加起來 977克 即是差不多 我當它是1公斤 好嗎? 977克 鹽它不夠乾淨 唉 不好意思 因為呢 都還是 病得 有少少 那大家不要介意 因為我始終都要吃飯 我覺得呢 既然我開工 要煮飯吃的話 不拍片呢 就好像是很浪費 那這個是純粹自己要求 大家不用介意的 好 那 我們呢 首先呢 就沖洗乾淨先 接著之後呢 我換了一支盤 是不是先留一支盤 就小一點的 知道為什麼我要換一支大一點的盤嗎? 大家還記得嗎? 懂不懂回答 因為呢 這樣呢 我們就可以 即是 大一點的盤 我們待會兒醃起來 它那個活動的空間更加多 我們醃出來的東西 就會更加好吃的 即是效果會更加好的 那我先呢 就是切這個幼條 我們要把豬肉 切豬肉呢 即是剁豬肉呢 我們 切豬肉呢 其實呢 其實呢 所有的東西 基本功都是這樣的 就是呢 即是大份剁的 就是先切幼條 或者是先切片 然後呢 我們再慢慢剁 這樣呢 效果呢 就最好的 就是要剁豬肉呢 那這裏呢 即是加起來呢 就有成 一千克 即是差不多一公斤 OK 那 一斤幾 那我待會兒加上水下去 其實我醃了出來 出來的效果呢 就那個重量 就有成 兩斤的 即是1200克 都不止 然後呢 一會兒我還要加水下去 那大家可以看到 那盡量呢 我們切的時候呢 就切得仔細一點 就不要太過粗 那些條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因為我切那個片的時候呢 或者是條的時候呢 我不是很大塊的 基本上呢 就比普通的肉片 就大塊一點點 那等下呢 我們切出來 剁出來的時候呢 它那個 口感就可以更加好 然後呢 還有呢 就 即是 即是 不會呢 就說 黏在一塊 一塊 剁不斷了 那 然後呢 我們做完這個東西之後呢 我們就立刻要刮一刮針板 先洗一洗它 那我要換一換刀了 因為這把刀拿來剁東西的話呢 就 實在是 太過 浪費了 那 那 那 大凡呢 這些 刀具 這些東西呢 我們呢 就 啊 就是 抹乾淨它 才放進刀座 如果不是呢 你放進刀座呢 其實呢 就很容易 會有 就是這個細菌滋生 啊 那 變了呢 你有一個刀座原本的意思就說希望它乾淨一點呢 結果就 適得其反啦 OK 好了 跟著之後呢 哎 這些刀啊 那些傢伙 搞到亂了 跟著一把菜刀 一把這個 骨刀 大家等我一會兒先啦 我 先放好那些 刀具先 哎 那些傢伙 放到亂了 好 那 這個時候呢 我就要 放在一邊先 跟著然後呢 我開始剁了 那 我們家裡的話呢 就是我們家裡的話呢 就 沒有別人專業的廚房 那麼多的專用的刀啦 那所以呢 我們呢 很多時候呢 就大小的刀 一起用啦 但是不要緊的 你知道了效果就可以了 那如果可以的話呢 那當然啦 就是 呃 大家呢 就 呃 叫呢 這個肉檔呢 就幫你啊 就是 搞完呢 就好一點 那就可以節省很多工夫 那但是呢 如果是自己剁的話呢 那個口感呢 就會是 會好吃一點的 那當然 這個視乎大家啦 那現在呢 我這裡呢 有成兩斤啊 就是差不多兩斤呢 其實呢 我可以吃整個星期的 做幾個菜都可以啊 那這個同樣了 呃 我之前說的 那我們呢 就是生活繁忙的嘛 那我們呢 可以一次過呢 就 做多一點點 然後呢 我們呢 就可以是 一個星期啊 逐一點逐一點地吃啊 那變成了呢 我們天天呢 我們煮飯的時候 就不需要去煩惱啊 啊 就是不需要去煩惱 到底呢 我要 就是 由頭做到落尾啊 那變成呢 那個開飯的時間 也都會是快很多的 那記著呢 大飯剁的呢 我們呢 就要打個三角 這樣呢 那樣我 那樣我搭向橫移的時候呢 就等於呢 每一邊呢 就有四刀的了 那就可以更加有效啊 還有快捷呢 去剁好那些豬肉的 就不要心急啦 大家見到呢 我剁兩剁 又要剁一剁 那大家見到呢 就是現在的砧板呢 其實就不夠大的 那大家呢 剁那段時候呢 就量力而為啦 就是要剁多少 啊 家裡要吃多少 OK 那當然都是那句啊 如果街市可以幫你做的話呢 那就做完啦 街市啊 又不是說 就是影響到天和地的感覺呢 就是剁豬肉的方面 最重要呢 其實很多時候呢 我們追求美味 那當然呢 有些技巧啦 但是也都另一方面呢 我們生活繁忙啦 我們沒理由 為了差一點點的口感呢 就有時候呢 就做出一個大龍鳳出來的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我主要呢 就是說我剁給大家看 就是讓大家知道 原來有一件這樣的事 技巧是這樣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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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就是那個豬肉呢 啊 啊就開始呢 慢慢爛的了 那通常呢 大家預料吧 這樣剁這個 就是 豬肉呢 大概呢 十幾分鐘左右 十幾十分鐘 這個小不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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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有一點點 緊的 手 我現在先換一換 要是这把刀很重 因为我们家厨没有专用的同一款刀 变成了剁肉刀 很多时候我们左右手是不同力的 大家要注意一下用力的问题 这个时候就好像没有那么好刀 这个时候就好像刀牛肉一样 加点水下去 加了点水下去 它就没有那么黏到 那么我们刀的时候就会刀得更爽 大家听不听到我还有少少流鼻水 正常 刚才才 今早我还是在头痛 其实都是那句话 我们是要休息的 充分休息的 但是充分休息之余 我们也不是说什么都不做 可以的话 动一下身体 其实也是没有坏事的 好 等我一会儿 不好意思 哎呀 可能 这个手有油 不太快手 等我一会儿 我先洗手 这个 这个 我常常都用洗血精来洗手 那 美丽的观众们 家庭主妇 就问不问得那么多 这个就是我小时候 因为有皮肤病 打得类固醇多 所以我现在 就算用洗血精来洗手 我都不怕的 大家 看到我有洗干净的手 之后 没有那么滑 就爽很多了 白刀 那 记住 我们一定要有 那个 肥猪肉的比例 这些肉饼 蒸出来 蒸出来 才会更加滑 和更加有肉香 现在已经是超过七成了 差不多就可以了 那 因为 我们始终 那两把刀 剁肉的位置 其实就很少面积 所以 在我们 不断地剁的时候 就不断地翻 翻转 那个 就是翻转那个肉饼 那就令到 那个肉饼 是我们剁的时候 就剁得更加均匀 OK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时间码 那现在 就已经八成了 差不多了 那我们呢 两把刀 有个角度 那我们 稍微 稍微 我们转一转身 那就可以令到 它有多角度 去剁那个猪肉 会被剁得更均匀 енbot 那我们以我们把它剁得更拼 オオオ 再弄一弦 差不多就可以了 现在再剁两个 仔细检查一下 看看它有没有比较大块 剁得不好的地方 我们就剁多几刀下去 大家可以看到 越是后面翻动的次数就会越贫合 因为我要检查一下 看看它剁出来的效果如何 有时候不太方便的话 就移动针板 也可以达到 打横了 即是交叉刀痕的目的 就可以让它剁得更加仔细 这个就剁到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把刀的肉碎 就放进去 然后呢 我们做完这里之后就开始做清洁了 那大家要记住 我们做清洁这个程序或者是细节 其实给我们口号式 所谓的生熟针板 分开 其实更加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那些肉碎 就放进去那些砧板 那些木纹那里 其实呢 久了的话 就会产生这个细菌 滋生这个细菌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要马上第一时间要做的 加一点洗洁精 跟着之后呢 就要是刷干净那个砧板的表面 那再说一次了 那你买砧板的时候呢 那些instruction 就是那些说明书呢 经常都叫大家呢 就不要用这个是洗洁精 就是洗砧板 平时就没错的 但是如果你做完这些肥猪肉 这些肉类呢 你不用少少洗洁精呢 你是清除不了它表面的油漬 那其实那些油漬呢 你继得久都会有细菌的 OK 那你最紧要的就是 洗洁精不会用得多 第二就是立刻要过清它 那其实呢 就对砧板就百利而无一害 保持这个清洁卫生 OK 那洗干净了 跟着之后呢 就轮到这个 是 把刀了 那一样就 清洁它的表面 还有呢 就令到刀柄不要那么油腻 那洗的时候当然要小心一点 那很多人经常说我呢 就是这样放一把刀呢 就不适合啊 那其实呢 就要看一下 我们呢 是怎样的用途 还有呢 最主要就是因为我这个 独特的厨房 大家看到呢 我 是洗刀的时候 刀呢 刀呢 是向着外面的 不是 就不是向里面的 但是我这个位置就没办法了 然后呢 就洗干净了 然后就马上就抹干它 一块都不够 第二块再干点 那么我们呢 这样才是可以保持 那个 基本的 卫生的状态 我现在放在刀座那里呢 都不会是 令到呢 就是说 就是不会令到呢 是那把刀呢 就会有 因为有水啊 有各样的东西呢 就是 令到它有细菌啊 哎呀 接着之后呢 我们现在呢 就 开始腋了 CENNA多少克啊 977克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腌肉的formula是什么 1比160 1比160 那 970多克 即是 616 636 即是 6克盐 一般来说 这样的1茶匙 这样拼出来 就是3.75克 所以现在我们 大概一有三分二 茶匙 OK?一有三分二 茶匙 然后糖 我们可以放一倍 那么 三匙 然后鸡粉 鸡粉也是一样 一有三分二 匙 然后 胡椒碎 或者胡椒粉 然后 等等 这一支鸡 是开了的 然后就是 麻油 麻油呢 你放多少呢 就视乎你自己喜欢 如果你想香口一点 就放多一点 如果你不用那么香口 就放少一点也没所谓 好 然后呢 生抽 1 2 3 4 大概2茶匙 然后 蠔油 大概 都是2茶匙 一茶匙半 到2茶匙 OK? 那么基本上 腋肉 肉饼 我们中式的 腋肉饼 加厨式的 基本上就是这么多 然后我们就放生粉 一匙 一匙 两匙 那就够了 那基本上呢 其实我放的份量呢 大凡是牵涉到茶匙的 都是1比160 OK? 至于你放的那个蠔油 不好意思 我要抹一抹汗 好 好 多汗 那大家不要介意我辛苦 其实就不是辛苦 其实我现在这样出汗呢 是健康的现象来的 因为刚刚呢 大病初遇呢 这个 即是伤风呢 就很容易出这个冷汗 好 跟着之后呢 我们现在 都放齐所有东西了 有没有欠东西啊? 大家有没有欠东西啊? 有没有啊? 欠了东西呢? 欠了什么呢? 欠了什么呢? 欠了水咯? 我先带了个手套 因为呢 我要拿两只手一起搅拌 让它更快一点 所以呢 我就 两只手一起带手套 我喜欢用这些医学手套 因为呢 我还要买小一个马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样呢 这些手呢 就很紧的 这样呢 我的手感就会好一点 那你们小姐们 手就没有那么大只 那买小马 就没办法了 只有小马 啊 就买手套呢 最重要呢 就是买小 买小 买小 就不要买大 啊 因为这样呢 那个手感呢 会好一点的 OK? 啊 因为有水啊 所以呢 它绝住就 戴得不太好啊 好 接着呢 先留下大家 说了我欠了什么 欠了水 那我现在就开始加水了 好 大家看看 那我的手呢 就比较紧了 好 加水加多少啊 大家记不记得啊 啊 这个是 猪肉要加多少啊 四份猪肉一份水 是不是? 那牛肉呢 就是两份 牛肉就是一份水 是不是? 鸡肉就是八份 鸡肉一份水 那现在呢 差不多1000克 正路呢 就250克的 那250ml的水 那250ml的水呢 那就多了啦 鸡肉也加了少少 是不是? 那现在呢 我就加200ml 大约是200ml的水 先看看 多了啦 唉 让我安装清楚 300ml 啊 好 这里呢 大概呢 就有200ml的水啊 接着 将 这些水加下去 喏 大家会见到呢 这个时候的水呢 就很过多啊 是不是? 那大家看清楚了啊 又不要呢 说我在这儿耍时间了 因为呢 其实我最想给大家看到呢 就是那个 就是整个影像texture的变化 这个时候呢 那些肉呢 那些肉呢 就会很... 就是... 因为有水啊 那呢 就很滑的 就是很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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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我们拌一下拌一下呢 它就会越吸水 就越吸得多啊 那呢 就要是... 我们要拌到它呢 就是起胶为止 OK 又拌又拌 基本上都是那个动作啊 拌东西 大家看到吗 它肉碎呢 它很快吸水的 因为... 因为你已经打开了它那些... 就是... 四周面了 它接触水的面积是多了 那... 所以它吸水呢 也会快的 那这个时候呢 开始呢 就来了增加了 因为那些水呢 就被那些肉呢 就吸收到肉深啊 那这个时候 我们要这样拿它 那现在呢 我越拌它呢 那个尾座就越大 那我们拌它的时候呢 我们呢 就要在底部这样 这样弄它 然后拿下去 看到吗 这样呢 才有那个海绵的效应 它吸水吸得更加好的 那现在呢 这个尾座就越来越大啊 那至于是尾座要带到... 是怎样才为之好呢 那我们就要观察了 观察呢 就是它起胶 起胶了 现在其实已经开始起胶了 但是呢 当我们观察到 有起胶的现象的时候 我们都不要停手 再继续一会儿 再继续一会儿 那现在呢 这个尾座呢 比鲜头呢 大了两三倍的 啊 开始继续一会儿 开始继续一会儿 那现在呢 就... OK了 差不多了 那 还没完的 然后呢 我们呢 就要是... 蜂油 啊 啊 你想那些肉呢 更加嫩滑的呢 呢 油呢 就不要放得太少 然后呢 我们封油之后呢 又是啦 跟我平时腌食一样啊 又要继续拌 拌到呢 那些油呢 跟水啊 跟那些腌料啊 粉啊 拌在一起 吃光下去 那些肉呢 那些肉呢 你就没办法呢 是不会... 就是没办法不嫩滑的啊 那... 大家看到呢 我加完油之后 都不断起砌 不断拌它 不断拌它 就等它呢 那个... 就是... 那个融合的效果就更加好 好了 那这次呢 就真的完了 那... 那...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完了没有呢 因为呢 为什么呢 我们呢 就要是... 将它放入冰箱啊 那最好呢 就腌它两三个小时 放入冰箱 那呢 冰箱的冷... 那个冷冻的能力呢 就会令到那些水呢 是会结蒸的 那... 那... 然后呢 它结了蒸之后呢 那... 之前呢 就有朋友啊 就问啊 就是... 为什么我拌... 那么多汁呢 因为它没有放入冰箱去冰 所以那些汁就多到超多了 那... 但是如果呢 我们放入冰箱呢 冰它呢 一段长时间的话呢 那些水呢 它就会和那些肉呢 就更加好... 好去融合的 那到期时候 它就会硬身一些 就是... 当... 那些... 那些... 肉身呢 它完全没有解冻的情况之下 然后呢 表面呢 那些粉呢 就受高热呢 就凝结了 那那些水就... 锁死了在里面咯 大家明白 到肉身的水开始滚的时候 其实外面呢 因为有层薄膜在那里呢 就会锁住那些肉汁的 那... 于是乎呢 就会令到呢 那些肉更加乱滑 但是同时间 你蒸的时候呢 就没有那么多水走出来的 那记住啦 那... 那... 如果... 譬如说... 我现在... 我现在大概... 我捞完之后 我就去探望我老婆啦 那我回来大概七八点左右啦 然后呢 我现在距离... 最终都是过半钟头而已 两个钟头而已 那怎么办呢 有什么办法呢 大家想想帮我 有什么办法呢 放入急冻 急冻呢 两个钟头之内呢 它不会完全凝结的 就是不会完全是冰了 硬了的 但是它就会更加有效地 令到呢 那些水分呢 就会结晶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拿去蒸呢 那些水分呢 就会更加少的 就是流出来 倒流出来 明白吗 就是先留个原理啦 因为它表面受高热 所以呢 它很快呢 就形成那些粉 就形成了一层薄膜 然后这个薄膜呢 就会保护着整个肉芯 然后然后到肉芯 水滚的时候呢 那些水已经走不出来了 那于是你蒸出来 就没有那么多水的 OK 所以 为什么 专业厨房 经常叫你拿下雪柜雪 但是它从来都不会说是 为什么 今天这条片 我就告诉大家 为什么 OK 其实很多东西呢 我经常都说的 烹饪呢 我们是经常都在 什么呢 堵固化学啊 就是上一堂化学堂 所以呢 谁说我们读书没有用的 喏 大家猜不到 原来中学学化学堂呢 我们可以用在 我们平时煮食方面的 OK 好吗 那暂时到这里为止 那下一层呢 我们就进一步呢 我就做一个梅菜蒸肉饼 那大家 希望大家喜欢 那这里呢 因为我即晚用的 那所以呢 我就暂时不分开 那如果譬如这样 可以呢 就分开大概五碗仔 那呢 我们呢 就可以呢 是用这个 是用这些这样的碗仔 那我之前都和大家说过的 我很多这些碗仔的 一碗呢 就可以放到半斤 那如果是两小口 即是双绩家庭 加上个BB 这一碗仔呢 就刚刚好是一餐的 好吗 那接下来摆盘 那这里呢 起码有五六碗 那我们就可以吃五六餐 好吗 好吗 那那 那一锁一锁了 那我顺便就做梅菜猪肉 就等大家呢 下次就不用找了 那我们待会见 好了 那大家 那我呢 就 就放了一个急凍 那就冷了两个小时了 那大家看到呢 那表面都 都结了冰 但是呢 它心呢 都未确实的 那现在呢 我就进一步呢 就和大家呢 就利用这个 这个已经拌好了的肉 六碎啊 那就做一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 梅菜蒸肉饼 那 那我知道呢 就很多人呢 就喜欢吃梅菜蒸肉饼 不过 为什么自己做极 都做得不够人好吃 或者不够餐厅好吃呢 那接下来呢 大家就要看一下 我怎么样做了 OK 那首先呢 我们呢 我们呢 买了的梅菜 回来呢 我们呢 就要浸开它 那我现在呢 就浸了呢 这个梅菜呢 就超过四个小时了 那 最好 轻轻给一点点暖水 那四个小时呢 就什么东西 咸味都出来的 那 都是要介绍一下先 那梅菜呢 就有分 咸梅菜 和甜梅菜的 我们一般 我们广东人 吃这个梅菜 无论梅菜炆鸡也好 梅菜蒸肉饼也好 我们采用的 或者是梅菜蒸鱒鱼腩也好 我们用的呢 就是这个 甜梅菜 那甜梅菜和咸梅菜怎么分呢 第一 甜梅菜呢 它的表面呢 你去看去买的时候呢 它的表面呢 就很多糖的结晶的 OK 行不行 那这个第一个可以辨别的了 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菜叶呢 就会是比较浅色的 那 它整体呢 就是比较是湿梅的 记住是听清楚 是湿梅 就是你一眼看下去 它就好像完全没有干身那样 但是呢 如果是咸梅菜的话呢 第一 就不会见到有糖 或者盐的结晶的 第二呢 就是它的叶呢 就会深色一点 那到底 它的分别在哪里呢 那咸梅菜呢 通常用来做什么呢 比如说客家菜 那样做这个 这个梅菜扣肉啊 或者是梅菜炆鸭啊 朱鱼之类 都会是用咸梅菜 那大家要分清楚了 我们一般意义上 我们大家接触到的 大家记忆中的 吃过的梅菜菜式 绝大部分都是由甜梅菜去做 那甜梅菜和咸梅菜呢 除了是 这个味道上的分别 外观上的分别 那还有什么分别呢 就是 咸梅菜呢 就没有那么爽的 就会硬身一点的 类似菜肝那样 接近啊 那呢 爽一点 还有呢 香甜一点呢 就是甜梅菜 OK 行不行 那记住啊 无论它是甜梅菜 还是咸梅菜 回来是很咸的 那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用水浸开它 那呢 冷水来说 你浸它几个小时 就一定的了 就半天啦 那如果你想快一点的话 就用热水或者温水 就浸它两三个小时 接着之后呢 我们洗梅菜 就好像当是洗毛巾那样 大家看一下 我就是这样 这样扭它 扭干些水 接着之后呢 我再拿新鲜的水呢 就盖它 那就洗洗它 OK 那那 无论你想吃咸 或者淡的梅菜 都一定要是冲水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咸的这个梅菜呢 本身无论是咸梅菜 或者甜梅菜呢 它本身有很多沙的 OK 那如果你不拿水去冲它的话 你是冲不走那些沙的 那我现在呢 就拿水冲一冲它 然后满了水 我就生小火 不是 生小水 接着之后 现在呢 我就拿一只手套来戴先 因为呢 我要拌那个 拌那个 拌那个 梅菜猪肉 啊 那 那 其实呢 如果正路来说呢 我一天呢 就是 医足了我自己的标准和程序 其实我都用几多交手套 那这些呢 就没得去 即是没得去 什么的 没得去 不浪费啊 可以这么说 那 好像 两毛巾 扭毛巾 扭干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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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切了 那 这个梅菜头呢 就相对 就硬一点的 那如果大家落刀的时候呢 觉得它是比较上 是硬一点点呢 那就不要要了梅菜头了 就 扔掉它就算了 因为呢 你切下去如果觉得它硬的话呢 很多时候就因为它有筋了 接着之后 这些很大块 那我们呢 就稍微 加多一刀啦 就切小粒一点 那我们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试一下味 看看够不够咸 那么呢 我们等一下要调味的再 嗯 刀药料有点咸 那大家呢 就要注意了 那我们呢 就要是 再夹多刀啦 那我现在呢 我就要是拿个西仔 没办法 因为呢 有点点咸 好 接着之后呢 我们呢 就继续 这些呢 那些呢 那个梅菜管啊 和这个 梅菜叶呢 我们呢 就可以呢 就没有那里 不需要做到那么 那么多了 就是 不用夹那么多刀 但是虽然不用夹那么多刀 但是我们也要加多刀 下去的 就让它呢 不要那么大粒啊 那么通常呢 那些梅菜呢 就是一棵棵的 那么如果 你看一下 那个情况呢 有时候用半棵 有时候用一棵 那 就看看你那个 那个 需要那个 就是那个 多少啊 那个分量啊 那么通常呢 就 一份梅菜 就一份肉 或者是 两份肉 就一份梅菜 那么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比例 就 就 視乎大家 因为我觉得它有点点咸 所以呢 我现在呢 我就要多几个工序了 我切碎了之后呢 我就要不断拿它 拿水啤它 然后不断拿它 那就 期望呢 就是进一步 将那些咸味呢 就拿了它出来 我们继续啊 那这个呢 这些功夫呢 就 比较浪费时间 但是也没办法 那我就很用力去拿它 拿到我现在的手都软了 那 差不多了 那 那大家看到呢 很多那些碎屑呢 就拿了出来 了 接着呢 我们再是 拿它 那 我们一定要这样做的 这样呢 就可以令到那些梅菜 更加干身 和我们蒸出来呢 那些梅菜 会更加爽口的 那大家看到 我很用力的 那 所以为什么呢 我用这些不手钢 用了很多年 这些不手钢西 很好用的 那大家看到呢 我用了这么多年 都没有什么生瘦 是啊 保养嘛 平时要洗干净些 不要让它有水 为什么我常常摆 那些梅菜 大家有时候 在镜头看到那里 就摆那里 因为那个窗口位 就通风的 那就很快干 那只要它 尽快干的话 一般来说 不手钢就很难会生瘦 除非 有个可能 就是你本身洗得不干净 就是黏了一些肉舌 黏了一些东西 黏了一些东西 搭在那里 那就有机会生瘦 好了 那我现在呢 呃 已经 你看 挺用力的 说话都气喘 喏 我现在呢 切完之后 我不停 不停拿它 就变成了 它 即是一路沖水一路拿 那么呢 咸度已经减了三分二 差不多 好了 我还嫌它不够 再炸 到底 为什么我要拿出来 那么多的咸 咸味出来呢 因为呢 如果我们想 梅菜蒸 即是蒸肉饼 是出彩 是好吃的 是好吃的 餐厅的话 咸 咸 我们首先呢 就要将它所有味 就尽量 就全都出出来 现在呢 我已经拿到那只手 没力了 我先换一只手 咸 咸 一路沖水 一路炸它 那就可以 令到它 大部分的咸味 都出来了 那么 有些人呢 就会觉得 喂不是哦 没有了梅菜味 梅菜味在这里 它只不过没有了咸味 那就可以继续炸 好了 炸到差不多了 那这些 大家看到 又会有人说我 很浪费 食水 真的 我觉得 这些东西呢 大家就 必要知乎 你没办法的 我们又不是说 基金三十 对不对 当然我们 环保是应该 不过都要合理的范围 其实呢 你想真的想 省水环保呢 洗澡那里 大家注意啊 不要经常浸浴 那用花灑呢 就省水很多 省超过三倍 好 那 行了 那我又是 那些水 那些水呢 大家看到 我拿到它这么干 我又试一下 拿一个大粒的 嗯 嗯 差不多了 我现在呢 把咸味呢 现在我胸口吃都完全不觉得咸的 好 跟着之后呢 我们就把那个 已经拿好了的梅菜 我们呢 就放下去 那大家看着了 跟着这个程序呢 就是会令到你这个 这个梅菜蒸猪肉呢 就会非常之惹味的 啊 一个 关键的步骤 啊 首先呢 我们 我们下糖 大概啦 下一匙 一匙 一匙糖 啊 那这里的梅菜 大概啦 这个梅菜是 五两左右 哇 跟着 豉油 蛤 是啊 你下豉油呢 和梅菜是很夹的 跟着之后呢 麻油 那 如果你鹽麻油不够 或者你 你不想用那么多麻油呢 可以加少少生油 那 那大家要记住 那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 这些呢 就是我们的 我们家族啊 那个传统啊 那 那 记住呢 梅菜你想好吃呢 如果大家是旧的观众 就是已经看了两年多的话呢 大家会知道呢 原来梅菜呢 我们喂些油给它呢 是很出彩的 那是差很远的 这个食味 大家说是不是啊 有没有跟着我做那个 梅菜 梅菜 蒸玩鱼腩啊 是不是特别好吃啊 好吃过餐厅 不知多少倍 是不是啊 就是 这些呢 就不是说我 就是认屎认屁啊 也都不是说我特别叻 而是呢 都是那句啦 餐厅有他们自己的原则 有他们自己的经济 那个道理啊 那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吃的话 我们为什么不花多一点点时间呢 是不是啊 花多一点点工序呢 那么呢 喂完油之后呢 梅菜呢 是特别好吃的 那和梅菜和豉油呢 是特别夹的 OK 那大家 我喂完油之后 其实呢 那些油都没什么的 大家看到吗 那先喂了些油 也没有啦 啊 醬油糖 这样拌均匀 那就是哦 那先拌均匀 não太太多了 不要等它呢 稍然呢 一会搞闯一会 那それ款的味道 好的 那 consult 好了 接着 저희 那大家可以见到 那我呢 這個大匙羹 讓大家看看 肉碎 醃了之後就是這樣 不是 冰了之後就是這樣 大家看到嗎? 很實淨的 大概 我這裡 四兩回菜 我混合它 大概是 八兩至十兩肉 我先講過了 大家看到 我冰完之後 那些肉 是很夠黏力的 即是它黏得很實的 如果我沒有冰的話 那些肉就會很散 即是很軟 很軟 變成 到時候我們蒸的時候 那些水就會走出來 現在我們這樣冰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令肉更加緊緻 然後之後 也可以因為 那些 溫度差的問題 那些水 就會結了一些 有結晶 然後 蒸出來 那些水 就會沒有那麼多 那麼我們呢 就不斷拆它 讓那些梅菜 和那些肉 就可以均勻地結合 記住 梅菜和肉的比例 你可以是一比一 也可以二比一 但是我建議 大概是二比一 和一比一之間 不要太少 也不要太多 因為 你本身的梅菜 你是一粒粒的 所以大概1.5至2之間 就差不多了 看見不見到 你想它更加緊緻一點 就像鋪魚蛋一樣 稍微鋪幾鋪 好 這樣就可以了 梅菜豬肉 就做完了 梅菜肉餅 然後蒸 蒸就很簡單了 大火 煮它 蒸它 15分鐘 這個過程 因為有其他的影片 就已經是有拍過的 所以 那裡盡量簡短 最後我做個總結 OK 是不是很簡單 現在剩下這些 我待會 我還會做個肉丸湯 除了肉丸湯之外 我順便也做一個儲存 我之前說過 拿一個小碗 這個就可以處理它 通常 我們一隻小碗 然後這樣做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 放進急凍 吃之前那晚 拿下來解凍 如果是這樣的處理程序 這個肉丸可以放半個月 也不怕 可以嗎 大家就可以 設定好一個禮拜 吃不吃 或者一個禮拜吃多少次 你一次過 拌一、兩斤也不怕 甚至兩、三斤也不怕 拌完之後 半個月都輪著來吃 OK 然後 這個就 拿保鮮紙包著它 放進急凍 就是這樣 OK 待會兒我蒸好這個梅菜肉餅之後 我再跟大家做一個 詳盡的總結 待會兒見 好了 埋門一腳 送佛送到西 蒸了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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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菜肉餅 整套就完成了 首先 煮滾了水 接著 放了肉餅 我這裡要講一講 這個肉餅 就盡量 攤薄一些 蒸出來 就會更漂亮 接著 我們標準時間 15分鐘 12至15分鐘 12分鐘 如果你少的話 和攤得很薄的話 12分鐘都足夠的 但是 一般來說 我們家廚 通常這些碟都會小一點 就未必攤得那麼薄 所以15分鐘 就是最保險的 一定熟 OK 15分鐘之後 我們做一個總結 可以順便看看 效果如何 大家見 好了 終於15分鐘完了 我們關火先 看看什麼環境 開鼓 算不算多水 這個 一定程度上 可以解決到 那位網友 那位觀眾的 疑難 可以大家看看 水一定有 有多少汁 那麼 多與少 就視乎 我們如何處理 我先頭就說 我們蒸之前 拿到雪櫃 液一下 就可以 令到水 沒那麼誇張 而且 因為水 沒有倒流的 那麼厲害 也會令到 這個 肉餅 更加亂滑 OK 好了 這裡 我一氣可成 這條片 又超過一個小時 是呀 沒辦法 因為呢 其實我這裡 是做了兩樣東西出來的 那麼第一呢 就是這個是 呃 怎樣去拌肉碎 怎樣對肉碎 那麼 第二樣東西呢 就是怎樣去 就是 做一個 是 這個 梅菜蒸肉餅出來 那麼 其實這裡 本來呢 就可以分兩條片的 但是呢 因為我之前呢 其實梅菜蒸肉餅 我已經是拍過的了 不過那時候呢 就很久之前啦 那麼 還有呢 就是我不是用這個 自己剁的 那麼這一次呢 主要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怎樣去選購 這個肉的部分 怎樣去組合肉的部分 那麼 大家要聽清楚了 喏 那麼現在的總結 那麼 其實呢 你要那個肉餅 大家留意一下 一件事 我今天呢 什麼都沒有放的 只是鹽糖味 就是正常 我們家廚 怎樣去拌它 那到底 會不會 是我宣稱 這麼嫩滑呢 那樣 我們先試一試 夾過那邊 就應該 應該就不會影響到 等下我拍照的 我們夾這個中間 等下我遮住 嗯 又爽又滑 那 那就記住了 其實呢 我們呢 很多時候呢 製作這個食物呢 就有很多種方法的 組合也都有很多種 今天呢 我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不放任何的 這個其他的 就是多打粉 或者各樣 那就可以呢 都可以令到這個肉餅 都是這麼滑的 那呢 就是 主要呢 就是要我們挑選這個肉的種類的時候 要注意 第一 我講過很多次 你想肉餅滑的話 就一定要加肥肉的 那肥肉呢 的比例呢 就是你可以去到 七三分 就是七份瘦肉 就是三份肥肉 或者是一比一的 就是一份肥肉 就是一份瘦肉 這個就是第一 第二樣東西呢 就是我們選擇這個肉的部分 那如果你想它最滑的呢 那當然要買最貴的 什麼呢 就是那個 呃 磁亞肉 就是那個磁底肉 那那個磁底肉呢 就是最滑的 那其次呢 就是這個梅頭 那很多人呢 以為呢 我們對肉餅用梅頭呢 就是最滑 其實不是的 最滑呢 就是磁底肉 不過它就更加貴 那如果 我們 是要 就是 製作這個更加滑的 這個是 肉餅的時候呢 那小不免呢 大家可以再加這個 少許的梳打粉 那這裏要提醒一下 今天呢 我這條片呢 就沒有加梳打粉 大家可以試一下 那個滑度去到哪裏 我主要呢 就是加了肥肉下去 那我的肥肉呢 今天呢 只不過是七三開的 那如果加到上去六四呀 甚至是一比一的話呢 就會更加滑的 那然後呢 第二樣東西呢 就是 我們呢 醃完這個肉之後呢 最好呢 就淑一淑它 那淑一淑它呢 那個目的呢 就是要令到它呢 那些水呢 開始結晶了 那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蒸的時候呢 它那個表面呢 因為那個溫差問題 表面就很快 就凝結了 那些粉 然後呢 然後呢 它裏面那些呢 結晶呢 都未完全去溶透的時候呢 有效 可以有效呢 就是 鎖住那些水份 這個呢 亦都可以是令到 這個肉餅呢 是更加滑溜的 但是 無論我們用什麼方法都好 最好呢 就是隔夜醃 行不行 那麼呢 醃了一晚的肉呢 它是會比第一天你積醃的時候 會更加亂滑的 那就記住了 OK 行不行 好了 那大家也先頭呢 就看到了 那其實呢 這個肉呢 這個肉餅呢 那一斤幾 差不多 就是一斤兩 那我撈開了所有東西之後呢 其實差不多有兩斤 但是呢 大家會看到呢 我是做了三個菜出來的 這個呢 只不過是第一個 那另外還有一個肉丸湯 那另外還有一個肉丸湯 那另外再留一盒 就是第二個菜 我不知道到時候做什麼了 Whatever 無所謂 所以我們呢 是就是這條片很長時間 但是正正就是這個那麼長的時間呢 我給大家一個 就是一個概念 就是說 喂 你運一日 花長一點時間 我們準備好了 一個禮拜之後的食用 那甚至無呢 那我先頭也都說過 如果呢 我們不吃放入急凍的話呢 其實呢 這個這樣的做法呢 可以放到半個月都沒有問題的 就是說 你豬牛雞三樣東西醃好了 不要緊的 但是你可以 一小碗一小碗 這樣冰著它 拿去急凍 然後呢 你未來半個月呢 你都不用擔憂 你回來吃什麼 你只需要去超級市場 你喜歡買薯仔來炒就行 四季豆炒就行 其他菜來炒就行 甚至放湯 好像我做肉丸湯 都行 沒問題 行不行 這個呢就是 其實呢 煮飯呢 就一點都不容易的 你想快速開飯呢 我們是需要有一個適當的時間管理 那我經常都說的 即是舊的觀眾就知道的 我經常都提到的 我們加著呢 要做一個適當的時間管理呢 我們才可以做得更加有效率的 如果不是你逐個逐個送做 我想呢 你每一天都要做半個月 都不止 那我都說過的 其實你 即是 你可以回來八點鐘 準時開飯 其實你媽媽已經是三、四點鐘 已經開始工作了 那 我們為了每一餐 減短的時間 我們就將 那個製作 預先製作的時間 就放在其中一天 就給長一點時間 那大家如果讀過經濟後 都知道 你集中去做一件事的時候 或者是集中去 將所有的事放在一起做的時候 它是會更加高效的 可以嗎 那我主要呢 就是想帶出這個觀念 那 另外呢 就是說 肉餅 你想去嫩滑 又不想加蘇打粉的話 一定要在 肥瘦的比例上 下功夫 第二樣東西 最好就是醃隔夜 可以嗎 OK 那如果你不想醃隔夜 你就用最貴的食材 就是那個磁底肉 那磁底肉呢 你半肥瘦 我相信大家都 我之前都有做過磁底肉的 肉餅的 那大家如果跟著做的話 應該呢 都很滿意 不過價錢很拿來 很貴 那不要緊啦 whatever 那希望大家呢 喜歡我 這樣的 就是 這樣的形式 那這個呢 我就會撥進去 這個是 入廚 基礎ABC 的專輯 那 第二天呢 大家要找呢 就去回這條片去找 那一些基礎的技巧 怎樣醃肉 怎樣剁肉 怎樣挑選這個肉類 那應該就很清楚的了 那就多謝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喜歡啦 拜拜